再来到你的好事发现场 中回伤心地招魂 眼睁睁看着男友下车后 被接连追撞 血肉模糊 陆姓女友强忍悲伤 眼眶泛红 似着儿子连续把揹两次 要带着父亲滚破回家 两人已经年过四十 但相知相惜 前二十年早已经认定对方 尽管没有结婚仪式 但两人曾经拍下情侣艺术照 女友轻轻地靠在男友肩上 实在看不出来 两人年纪相差七岁 二十年前就大谈姐弟恋 两人过去都曾经有过婚姻 尽管韩姓男子经济状况不好 以打零工为生 但相差七岁的姐弟恋不是距离 反而感情好的不得了 这手很硬 我只好一只手 抓发现盘 一只手扒他的手扒开 车停路这是你搬过的对吗 是我有吗 女友说前一天他到彰化找朋友 一通电话男友开车从台中到彰化 温馨接送 没想到途中恐慌症发作发生以外 死者女友到警局坐笔录时 过程中好几度哭到气不成声 可见两人感情紧密 而韩姓男子后世 由于遗体严重变形 包括头部 左手 上半身 鞋肉模糊几乎无法辨识 遗体修复价格起码十万 希望能将死者回复成过往照片中模样 让两人感情永远留在回忆之中 记者陈胜伟 陈思勇 彭馨 台中彰化报道